嗨,大家好,我是 Hank 歡迎回到我的教學 這個章節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from這個operator 顧名思義就是 它可以藉由from的operator 從你已經 現有的一些資料 然後丟入我們的observable 那這邊可以看到說 這邊就是observable.from 然後後面 有提供的資料 那可以將你原本 也有的資料丟進去 那我今天會介紹四個 fromarray,fromcoable fromfuture 跟fromarrayable 好,那我們先從第一個開始 fromarray顧名思義就是 你已經有一組array了 一組陣列那你希望丟到 你的observable 那這邊就是把你的陣列 直接透過這個fromarray 這個操作子丟進去 好,那我們上面就對這個 fromarray做一個subscribe動作 然後並將結果印出來 好,那我們來執行看看 OK,那這裡跑出來的結果呢 就是走訪1到5 走訪完之後呢 直接做oncomplete 好,那我們來看第二個 第二個是fromcoable 如果你已經有 coable實作的話呢 也可以丟到我們的observable 我們也有支援 observable也有做支援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寫的這個coable 那裡面呢就是 實作我的coable之後 實作我的co方法 那就是做一個數字的累加 好,那這邊呢 我來跑跑看 fromcoable 來看一下它跑出來的結果 OK,那也是onsubscribe 然後將給家的結果做 印出 然後之後oncomplete 好,那接下來呢是第三個 fromfuture 那future呢 通常就是executor跟coable 一起合用之後 產生出來的一個物件 好,那 rxjava呢也有提供 對future的資源 fromfuture 你可以搭配你的executor 加上你的coable 那產出一個future做使用 OK 好,那這邊比較有趣的是 這個fromfuture呢 有提供幾個參數 你可以自己設定你的timeout 還有你可以設定schedule的 那這個schedule呢 意思是說 你可以在你的observer observer 你可以對你的observer 做thread的切換 意思就是指說 你可以決定在哪一個thread裡面 做監聽 做資料監聽 好,那我們來寫一個程式 來看一下 好,我們先把我們的 我們的 man方法 印出現在的目前的thread 那在on next這裡呢 也把它 印出thread 好,那我這裡改成future 那我fromfuture這裡呢 我目前是還沒有設定我的schedule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OK,那這邊可以看到呢 就是on subscribe on next 那這邊是在man方法 那我們最外部呢也是在man方法 OK,那這裡就是他先對這個on subscribe 這邊都是同步的 那到最下面這邊呢 在執行下面這一行 OK,那這時候如果我改變我的schedule 我之後設定成 點io 好,那我們做一個執行的動作 好,那這裡就可以看到呢 onsubscribe之後 我onsubscribe之後 的這一段程式 之後就是一步執行 所以他會先執行下面這一行 那內部的on next 其實就是由 rscache的thread 這邊是另外一個thread 在做監聽的 所以你可以設定你的scheduler 來決定你的observer 要在哪個thread做監聽 這個有興趣的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 好,那最後一個呢 就是fromirredible 那fromirredible 顧名思義就是有 10座irredible的物件呢 都可以丟入我們的observer 那我這裡是用list做一個展示 list加入12345 那將我list丟入我的observer 好,那我這邊呢就改成 fromirredible 好,那我們將結果秀出來 OK,好 那也是 將1到5個元素呢 做一個走訪的動作 好 那from the operator 介紹就到這邊 我們下一個章節見喔 拜拜